当我用一张方子,治好病人多年老便秘,才知道中医知识匮乏,有多可怕。 最近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人,是一个50多岁的女性患者,她是来调理什么呢? 根据她自己说,她受到便秘这个问题的困扰已经有好多年了,头几年是没当回事,都说便秘了要多吃水果。 于是她大便干的时候呢,就吃点香蕉,火龙果之类的能通便的水果。 一开始还有点用,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,怎么吃水果,大便都不好排,而且便秘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,情况越来越严重。 那这个病人呢,根据她当时来的情况,首先一看脸色发白,整个人看起来就没什么精神, 说话呢,声音也不大,得仔细听啊,才能听清楚。 你再听她描述这个便秘,排便比较困难,每次上厕所都累得一头汗,像跑了个800米一样。 但是大便真是排出来了,也不是特别的干硬。 而且如果哪段时间呢,特别劳累,便秘的情况就尤其严重。 平时还总是容易头晕耳鸣,再看这个病人的舌头,舌体是胖大的,舌头颜色比较淡,再一摸脉,脉相比较无力。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,这个病人啊,他这个便秘其实是一个气虚便秘。 什么意思呢,就好比是一条河,里面的船不走了,什么原因呢? 气虚就好像是船呀,没有人滑,没有动力,所以他就不走。 所以像气虚便秘的人呢,我们应该做的是,给他补气,让气来推动大便排出。 所以这个人啊,给他用的方子呢,就是黄旗汤,补义废皮之气,润肠通便。 这个方子用了半个多月,就感觉有明显的好转。 又根据他后来的情况,稍微加减了一下,又吃了半个月,就很少再出现便秘的情况了。 为什么我说这里面有中医知识的匮乏呢?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,认为水果能通便,便秘,就得多吃水果。 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啊,本身呢,就是一个气虚体质。 他吃的这些水果,香蕉,火龙果啊,都属于是寒性的。 对他来说啊,非常容易伤正气。 时间一长,气虚越来越严重,便秘的情况也就越来越重。 其实像我们生活中啊,很多入口的东西啊,都是有偏性的。 像水果就有寒性的,有热性的,榴莲,荔枝就容易上火。 而香蕉,西瓜啊,相对就比较寒凉。 另外还有牛奶,现在普遍都认为有营养,要多喝。 其实它的性质啊,也是偏寒凉的。 那像脾胃本身比较虚寒的人啊,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了。 像乌骨类的,大米呢,性质就偏寒。 所以有时候高热伤筋的病人,就让他多喝大米汤。 而小米呢,性质是偏温的。 脾胃比较寒的人啊,可以多喝。 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些啊,只看现在的一些广告宣传,说这也好,那也好。 有时候啊,不仅做不到养生,甚至还会伤身。 好了,这就是催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